我跟你们说啊 想吃醋柳白菜一定要像我这样做 蒸的巨好吃 巨下饭巨开胃 出锅以后脆弄爽口 比大一道肉还好吃 首先准备一颗别人家种的大白菜 白菜斑和白菜叶子要分开哟 先把白菜斑斜刀45度切成小块 像我这样子切就可以了 这样更入味 白菜叶子一定要用手撕出来 这可是好吃的关键 出锅白菜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灵魂料汁了 往中加入三勺生抽 两勺香醋 喜欢吃酸的可以多加一点 一勺蚝油 一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一小勺白糖 一勺淀粉 搅拌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起锅热油放入葱蒜辣椒 先用小火炒出香味 再把白菜斑放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大火了 把白菜斑给它炒软 炒软之后再把白菜叶子放进来 继续用大火防炒均匀 把白菜叶子也给它炒软 用大火炒出锅气之后才会更加好吃 最后再把调好的灵魂料汁倒进来 我们给它随便翻炒一两下就可以了 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啦 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版醋溜白菜就做好啦 简单好吃又下饭 做法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反正就是最好吃最下饭最开胃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因为想做的时候呀找不到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谢谢观看